禪宗六祖慈心放生 唐朝的慧能大師 是一位友德高僧 为禪宗第六代祖师 他在上位出家之前 还是一名山野村夫 阿弥陀佛慧能 你觉得你是兄所做的祭 身世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实时擒佛式 莫时惹尘埃 如何啊 那么累干嘛 不如就这样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位就是五祖 红忍大师 师父慢走 观志在菩萨 师生菩萨 菩萨蜜 师父 我一约前来了 嗯 不愧是我的徒儿 天之聪颖 一点就聪 金刚精说 因无所助而升其心 就是要我们 面对世间万物 都能看得开 不执着 不苦恼 乐观开朗豁达 让心胸海阔天空 容纳百川 宇宙万物 进而显现出 不受世俗祭拜 自由自在 全心的我 嗯 说得好 说得好 这是我们 禅宗至达摩以来 传世的法宝 一波 现在就交给你了 谢记 因众人寄予斗争 传法已不单纯 你应该远走高飞 几数离去 阿弥陀佛 未能趴在树下睡觉 喂 起床了 谁呀 扰人亲梦 赶快把一波法宝 交出来 阿弥陀佛 在这里 请自取 哇 太好了 一波 代表的是悟道 与责任 难道 可以用抢的吗 我为悟道而来 不为一波法宝 你应该知道 国王的心医 这个故事吧 你是想做那位 自以为是 坦胸漏辱的 昏庸国王 还是那个大教 哈哈 他根本没有穿衣服的 帅姓小孩呢 呃 这 呃 我懂了 请蒙指教 豁然开朗 请受我一拜 嗯 我会名和尚 收行多年 从来没有发现 自己的本来面目 贵能到了曹西 又被二人追逐 老天保佑 不要被射中啊 哈哈哈哈 你这个胆小鬼 这样怎么跟着我们打猎 去看守猎王吧 是 慢走 嘿 这样也好 快去看看 可愛的熊貓,是國寶欸,抓了牠可是要殺頭的 哇哟,我的媽呀,怎麼連恐龍都落網了 阿彌陀佛,願眾生離苦得樂 看我的達摩殘障 哇,比王劍民還快 如此經過數年,所放生命難以計數 後來因緣成熟,六祖會能建立潮溪道場 大興佛法,廣度眾生 眾生即佛,殺眾生即殺佛,救眾生即救佛 都 最多的